全城矚目的陪伸擂台 無敵杯We are Champs 在下個星期六舉行 擁有三年拳擊經驗的 百億富三代中陪生 將會迎戰僅僅學拳半年的臨作 不過Derek絕對沒有兄弟 他聲稱操得比以前勤力 我完全沒有兄弟 這次我是訓練得比以前最勤力的一次 從來沒見過自己的感覺 很開心 非常膩的狀態 照著擺鏡都有自信 因為身體脂肪很低 而且肌肉都出來了 Derek雖然贈林作在半年來 用心臂戰有很大進步 但他也自信表示 跟對方的等級不同 不過也不會讓賽 所以我相信到時一定是K.O.贏他 也會很視乎他的實力 如果他的實力超級懸殊 那就會再玩一會 但如果你說原來他真的給我一個很好的戰鬥 那就由頭爆我下尾 應該是一至兩回合 我相信保守估計是早上第三回合 但預計是早上第二回合 不過未上擂台 兩個人已經不停打牙膠戰 很討厭林作的Derek 就直指對方是小人 但他是一個很不尊重人 不尊重事的人 例如他做訪問 會遲半個小時九個字 接著要拍宣傳片 又會遲半個小時 接著還拿著 包汽水 快餐店店過來 即你有時間去買東西 也不是很尊重的場合 也有很多小動作 所以會是9月18日一次給他 前晚攻 估計兩分鐘就可以完事 因為我是打算 一回合兩分鐘之內 KL他 實在說 我現在準備 就緒了 就不是太放 他再選擇 因為眾所不知 其實我身形上 比他大隻很多 也不是開玩笑 所以打算兩分鐘 幾個重拳 轟下去 接著早點下班 其實他知道 我已經壓一回合 所以他兩回合 已經弱了少少 他到時自己小心 我都會盡力 言行大膽的Derek 有拳擊水平 家境 去到盛市 都有遭到網民追擊 他就不惟言 從小到大 都有很多Haters 但就沒有放在心上 我從小到大 都有很多Haters 因為香港有些網路的垃圾 是從來不肯承認 有其他人是成功 或者有些人覺得很好 媒體當然有扭曲過這件事 有些標題檔 咳頭咳尾 有很多事情會令人有誤解 又或者有些人不看完整條影片 當然 最重要的是 我有一群 Champions 有一群很好的支持者 支持了我超級久 一群很喜歡跟我一起贏的人 一群很喜歡跟我一起贏的人 一群很喜歡跟我一起成長的人 一群想跟我一起成長的人 我已經很感恩了這群人出現 我不是很介意別人誤解我 因為他們都沒有花時間去了解我 我為何要花時間去想他們怎樣想 我不如有時間去聽一些支持我的人 支持了我好久的人 他們的意見 他們怎樣看 我反而care他們的意見 去跟他們一起去進步 自稱沒甚麼自信的Derek 凡是追求完美 說做事未達標 就會覺得好自責 亦都知道自己是有缺點要改善的 我是很急的人 亦都是很多時候 會太喜歡贏很好勝 都有很多缺點 慢慢要去成長去進步 十六歲就入讀南加州大學的Derek 在十八歲炒期貨 賺了兩百萬美金 因為自責而變得目中無人 直至到在工作上吃了虎頭 才意識到自己都有不足 尤其是我是一個不太懂得跟別人相處 不太懂得遷就別人的人 所以這幾年做事是吃過不少糞便 我最大的虎頭就是2014年 跟我的大雕未婚妻分手 那時是最大的虎頭 原來要學會尊重人 去包容和感恩人 這是我的畢生一課 而說到結婚生仔 他就坦誠說好痕 遇到適合對象 就會去做老乘 而被問到會否介意女伴為錢埋身 他就有另一番見解 錢是其中一個優點 我看他 我也是貪他漂亮 是否只有漂亮這個條件 我又覺得我自己的條件 除了經濟上便宜之外 我覺得我自己還有很多其他優點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勤力的人 還有我有一個意志力很強的人 當我說我要做好的事情 我一定會做好 我是一個對自己很有標準的人 還有很承擔責任的人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